數學相關函數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比較值得提的就是 工作上還蠻常遇到的 同學常常說 老師我想要找兩個資料之間到底 有沒有一樣的部分幫我找出來 比如A跟B A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B又是另外一個很大的範圍 那我怎麼知道這兩個範圍裡面有沒有重複的部分 幫我把重複的部分抓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就有同學 他的工作裡面就有一個叫黑名單篩選 那什麼黑名單呢? 黑名單Ctrl向下 總共有兩萬多個 然後呢前面有個查詢名單 他要查的資料有這麼多 1000筆資料 也就是說呢我想要知道就是 到底那個什麼呢 黑名單 查詢的名單裡面有多少個是在黑名單裡面出現過 比如說就像說一邊餐廳嘛 黑名單嘛 那比如說黑名單他打電話來預約 那我怎麼知道 哪個奧客又打電話來啦 是不是 那當然不能讓他什麼預約了嘛 就直接 婉拒他 或怎麼樣嘛 OK 不然的話呢 這個如果你的朋友做個防範的話 那又會發現一些狀況 對 那怎麼去把 這些1000個資料 是不是在黑名單裡面出現 如果是的話就幫我把查詢的結果放在這裡 那最好的 方法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寫個VBA程式 最好是什麼 按下按鈕 自動就可以把結果幫我查出來 像清除掉 VBA 按下他 黑名單自動抓出來 有沒有 這樣不是很OK嗎 對不對 很方便 不然如果每天你都要查 那用人工來查查半天還查不出來 老闆等著要說那今天有到底有哪一些 黑名單 他要他要申請 那你幫我比對一下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比對 該怎麼把它變成 這個VBA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可能會需要學會幾個功能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其實在 那個什麼 Excel裡面 有一個還蠻好用的功能 篩選 有沒有 另外的話你可以配合什麼 叫做Countif的函數 那Countif 這個函數的話 主要的用途 特別注意 它可以 幫你去比較 兩個範圍之間 有沒有一樣的內容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比較 那個新版跟舊版 到底有沒有哪些是多出來的 那當然你不要傻傻的 自己用那個眼睛在慢慢比 不用啦 你用Countif就好了 馬上可以查出來 像有時候那個什麼 我現在 有時候上課我都叫他們自己 簽到 簽完到之後 我再用Countif 比對一下 我就知道誰來 誰沒來 然後點名的時候 點那個沒來 就好了 所以Countif這個函數 還 非常的好用 那另外的話呢 我會配合一個叫名稱 什麼叫名稱 你講說黑名單 為什麼他這邊後面接了一個 不是一個範圍 而是一個名稱 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說 只要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我都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名稱 就是用那個 三個字 或幾個字代替 然後配合一個 快速線 F3 他就可以幫你把你要的東西查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快速篩選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怎麼說 請你先切到查詢名單 因為我們總共會有Countif向下 1000個可以查 其實這個也是同學提供給我的資料 他其實不只 他其實有5000多個要查 那因為 查可能查太久了 所以我乾脆查1000個就好了 那怎麼查出說 我這個要查的 這個人的email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出現 我們可以用插入函數 所以待會請各位 第一個開啟黑名單 的這個範例 然後 切到查詢名單 的b2 然後利用統計類裡面 有一個函數叫Countif 你找到Count 那其實這邊很多啦 Countif 其實還有什麼 Counts算幾個 Counts a 算有沒有資料 Counts blank 是不是空的 那Counts 是多條件的 等等 其實這蠻多的 其實 最重要的 我覺得最好用的 就是Countif 這個非常好用 一定要會 不會的話 說真的 很多事情 你可能會浪費太多時間 那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找的那個資料 在哪裡 OK 第二個的話 你要 找的criteria 就是這個啦 其實就是這個條件 所以這個條件 應該沒問題 選他 A2 幫我拿這個A2 去那個範圍裡面 從頭找一遍 有沒有 有的話呢 那就告訴我 是多少 就次數 Counts算幾次 所以如果有的話就1啦 沒有就0 所以 Range的話在哪裡 查黑名單 所以習慣是點過來 那你會發現是黑名單 驚嘆號 然後從 A1 有沒有 一直到 最下面 那以前的做法 你會怎麼做 按住不要放 往下拉 什麼時候會到呢 可能到下課還沒到 所以記得喔 千萬不要這樣做 那怎麼做比較快 特別注意喔 其實當然如果你沒有用定義名稱的話 應該會一個一招吧 先切過來對不對 切過來這裡 然後呢記得什麼 Ctrl Shift 向下 Ok Ctrl Shift 向下 我這招一定要會啦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像我剛剛講的 一直往下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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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資料有幾百萬筆的話 不不不 不不 如果你有幾百萬筆的話 那意思嘛 太久了 OK 所以呢你一定要會一個 Ctrl Shift向下的快速鍵 但是如果你不用Ctrl Shift向下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就定義名稱 我比較推薦你用定義名稱 你會發現查詢的結果就1了 表示說它基本上有在那個範圍之內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向下填滿之前 你可以把A2跟A2223把它按F4 就是把那個列其實鎖列就好了 前面鎖起來打勾向下填滿 其實基本上就查出來了 是1的話表示有出現 是0的話表示沒出現 不過這邊的話 其實有一個地方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Range的話我不建議你用剛剛的方法 我建議你可以怎麼做 如果以後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1請你把你要定義的名稱先選取起來了 Ctrl C 2的話請你把你要變成那個範圍把它選起來 所以優標放A2 Ctrl C為向下 那怎麼定義名稱呢 各位可以看到選完範圍之後的話 請你再到範圍的這個上面 應該是左上角有沒有 會有一個叫做文名稱方塊 剛好它的位置在剪貼部下方 你把它點一下 貼上就可以 貼上什麼 你要的名稱 或者打上去也可以 那最後記得按Enter鍵 表示說你現在只要輸入黑名單 這三個字 就表示下面的範圍了 那我怎麼知道是不是正確 你可以切到哪裡呢 切到資料裡面 跟正下 切到公式裡面 會有一個叫名稱管理員 如果名稱管理員有那個黑名單 也有範圍 範圍也沒錯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你這個名稱是建立正確 理論上應該不會有錯啦 只是說如果你要在check的話 你可以到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找一下 那以後如果你要用剛剛的公式的話 其實就簡單的 像剛剛那個conve有沒有 你就不用選了 你就直接把這個range 改成 記得喔 如果你定義名稱的話 寄一個快速鍵叫F3 F3的話呢 它就會把你剛剛定義好的範圍 當然不只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選的喔 這個功能非常非常好用喔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都不會用 這個有點像資料 叫做關聯式資料庫的用法 其實關聯式資料庫也類似這樣的作用啦 把它調用過來 一個對照表 好 那你就是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它這邊的話 就等同於你剛剛的那個範圍 另外第二個 好處就是你不用加錢的符號 因為定義名稱的範圍都是固定的 你們像剛剛我們如果沒有忘了加錢的符號 向下填滿 它的列號會加1 那就錯了 這個地方完全不用去理會它 所以按確定 好 向下填滿 這樣解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知道說 哪一些是黑名單裡面出現過的 接下來請你把優標放B1 選擇資料裡面的篩選 第二步喔 所以第一步用conif定義名稱 第二步的話呢 篩選 優標放B1 只要把什麼呢 把是1的留下來就好 有沒有 那就找到了 這些都是 那我們如果要把這些1的保留下來的話 我就優標放A2 Ctrl-Ship向下 再Ctrl-C C Ctrl-C的話就是說 它現在查到的資料 我已經複製了 那我就把它什麼 把它貼到查詢結果的A1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總共查出來 會有27個 是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 OK 最後當然如果你要更貼心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篩選 因為它預設是有把它選起來 你可以再把它恢復 再按一下 它就恢復了 其實不恢復也沒關係啦 OK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剛剛做第一個 Conif 那當然你可以先第一名稱 再Conif 第二的話就篩選 第三個就把篩選結果複製到這邊來 OK 不過我們剛剛做了好幾個動作 假設我今天希望把它變一鍵完成 就是這樣VBA 輕調對不對 VBA WALK 當然幾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錄字聚集 不過我覺得錄字聚集不OK 為什麼錄字聚集成是一堆 那最好是自己寫 可是如果要自己寫的話 怎麼寫 那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開啟那個 黑名單篩選的那個篩例 那第二個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 在用Conif這個函數之前 可以先怎麼樣 先定義名稱吧 定義名稱特別是 優標放A2 然後Ctrl-Shift向下 在上面的話 輸入名稱方塊上面 輸入黑名單 Enter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拿上面 複製貼過來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把 黑名單先定義好 然後以後Conif的時候 Range 記得配合那個F3 這個還蠻好用的 還蠻強烈推薦各位 以後呢 只要是很大一個範圍 你要去存取它的話 都可以把它定義成 一個有意義的名稱 那配合F3 這一招真的還蠻管用 那這一招 除了說以後定義名稱清楚之外 還有另外衍生性好處就是 如果你配合VBA的話 以後呢 公式貼上去 一個字都不用改 之前我們要改兩個地方 那如果你用定義名稱 真的一個字都不用改 就直接可以執行 但前提是要定義名稱 這個當然後面我再教各位 真的定義名稱之後 VBA裡面貼入公式 什麼都不用改 就好 OK 那這個部分 後面我們再來看 試試看 就是康乙甫定義名稱 再加上篩選 然後把篩選結果 放到查詢結果的清單裡面 那下一階段就是 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可以一鍵完成 什麼事都不要做 按下它就好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你可以試試看 錄製劇期 這次錄製劇期 實在是也太瑣碎了 而且動作太多了 我這邊建議是直接寫VBA 謝謝